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大阪的美中峰会给贸易谈判定下了一个基调 双方重启谈判 7月1号 川普对记者表示 双方目前进行了许多电话沟通 也在会面 会谈基本上已经开始了 他乐观地表示 美中很有可能达成协议 川普还指出 贸易问题上中方大占美国便宜很多年 所以协议必须对美国有利 不能是五五开 川普的最新说法等于是给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做了一个注脚 因为在G20这场峰会中的峰会结束以后 我们看到美中双方的声明 以及中共媒体和海外媒体之间的报道都存在着明显差异 我们就说新华社 它的快讯标题是 两国元首同意重启经贸磋商和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而环球网则是针对华为的问题发布一个重磅消息 说川普宣布美企可继续向华为供货 都是向读者营造一个中方胜利的姿态 我们看中共媒体的这个说法似乎北京又赢了 有不少网民也跟着是欢欣鼓舞 但是外界却提醒北京千万别再误判 机会不多 中共官媒获胜说的第一个主要依据就是 美方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其实我们知道不加征新关税的这个商品指的是 川西汇前美方已经启动的那个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程序被暂时搁置 而已经加上去的那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退不回去了 继续照收不误 而且中方还同意很快要大量的购买美国食品和农产品 美中双方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们可以来打一个比方这么分析 就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件事 已经谈妥了绝大部分 突然贾说 说不行 以前的那些不算数要重新商量 于是乙一怒之下就出手裹了贾一巴掌 并且还准备用拳头继续打这个贾 这个时候贾说 说好吧 我们接着谈 贾在挨了一巴掌之后阻止了乙的拳头 可是他对周围的人说我赢了 他的拳头没有打过来 那另一个被中共官媒说赢了的 就是川普宣布有限度的对华为恢复供应零部件 法广表示 中共高兴得太早了 大家知道川普说得很清楚 恢复向华为供应的是 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零部件 那怎么定义这个不涉及美国安全呢 涵盖的范围太大了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华为是不是还在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黑名单里面 如果已经被美国从黑名单中给去除掉了 那就可以看作是对华为解禁了 如果还在这个黑名单当中 那说明美国没有取消对华为的禁令 另外 哪些零部件是涉及美国安全的呢 这个伸缩性是在美国的掌控中 就像街头那些遛狗的人 它可以让狗跑得远一点 也可以让狗离自己近一些 那距离由这个遛狗人来掌控 就是说 华为脖子上的这个绳索 被美国人是牢牢的掌控着 可以放它跑得远一点 让它有限的生存 也可以拉近 掐住它的脖子 所以我们也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5G的核心技术并没在华为手里 中共跟华为吹嘘引领5G 不过就是自嗨 那这次川习会的结果 2000亿美元关税已经成了既定事实 只是这个3000亿美元关税 暂时搁置和有限度解禁华为 此外呢 还有多家高科技公司和多家银行 被美国先后制裁 另外美国多所大学不再录取中国学生 很多的机构也不再聘用中国员工等等 川习会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这样的结果 王沪宁掌控的这个中共媒体 却说赢了是重大胜利 那这究竟是对习近平的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中共官媒的表现 很像是伊拉克战争时期的那个名人 萨哈夫 大家知道当年美军已经冲进了巴格达 甚至已经传来了枪炮声 可是他仍然对着全球媒体说 巴格达没有美军 这完全是谎言 他说真实的情况是 我们已经把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围困了 我们将全奸他们 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等等 我们现在当然对萨哈夫感到好笑了 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真相嘛 而对中共官媒现在睁眼说瞎话 却没有什么感觉 这是因为中共屏蔽了真实消息 人们不知道事实真相 中共官媒的说法 对民众来说这是一种愚弄 可是对北京当局来说却很危险 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北京再次误判美国 误判形势 川西会虽然促成了谈判恢复 可是并没有化解美中之间根本冲突 顶多就是暂时休战嘛 而暂时休战 或者是不能很快的跟美方达成协议 这个对中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那些在华的外企越没有信心 因为不确定贸易战要持续多久 这种情况下 很多企业会选择走为上策 转移供应链 纽约时报指出 五月贸易战升级之后 从制携企业到电子产品制造商 一系列的企业 正在把他们的供应链移出中国 还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是暂时搁置的 这个3000亿美元征税程序 也并不是说美国就彻底放弃了 而是暂时搁置 如果美中谈判再出意外的话 那川普随时都可能加上去 我们根据川普的性格 在事关立场和原则的问题上 他不会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 他曾经多次说过 跟习近平有良好的私人关系 但北京毁约之后 他对中国商品加税 一点都没有犹豫 所以如果认为川普的赞赏是好对付的话 那就又判断错误了 时事评论袁彬表示 川习会的事实真相是 中共压根就没赢 非但没赢其实是输了 所以他希望北京能够做出正确判断 袁彬指出 现在留给北京的机会已经非常有限 而且是稍纵即逝 如果再次误判而一误失机 还有没有改变的机会 那就很难说了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